火热进行中 同一师跟中信兄弟的比赛呢 目前要来到酒居下班 地主队最后的反攻机会 那这时候市队当然是派出守护城陈韵文呢 来做最后的一个把关的工作 本季呢出赛了两场比赛 投了二人三分之一局 被打了三战打 包括了一支拳雷打两次的三阵 四死球也投了三个 在开启的前面这两场比赛 城陈韵文投的也并不是非常出色 另外在守备方面呢也做更动 由潘杰凯呢目前来担任 和叶雷守的一个守费 打者的部分呢也做更换 由张志豪呢上场来做一个代打 今天岳东华呢攻守都表现不佳 这时候被换得下去 张志豪呢上场比赛 张照本季开启以来打击也陷入了第一场 第一球的挥一体机会很高 但是成功率很低 一层三三的打击率 看看最近调整的如何 打不准 阿大利的机会少 三连战的第一场 有替补上阵打了两个打击 所以都是被三阵 我这时候的重点还是要先上来 要有这样的观念 因为毕竟差距的分数还是高达三分 这个球外交很准 现在形成了两好球一坏球 这几年陈宇文呢都是球队 这个专职的庄牌就有 去年也出赛了48场 2018年也出赛了49场 16年也 17年也出赛了55场比赛 赛打部队 这时候也都在旁边呢 要上场 看到的是苏维达 本季被打的拳内打是 朱宇贤在桃园 最平分的15号打的 对朱宇贤打了一发 最平分的全内打 那联盟的首场比赛呢 他是在延长赛当中呢 拿到了后援胜 投了一右三分之一局 对中期兄弟4月12号 这是本季的第三场出赛 第二次遇到黄山君 对手挥棒落空 他觉得张志豪呢 带打还是没有办法 建功啊 遭到了三阵 这球看起来又是只差球 在外角高的位置 六号苏维达 接着轮到第七棒的打者 这时候换代打苏维达 所以大家在前两天的比赛都有上场 第一战四支一 昨天则是四支离 第一球猛力一回 148公里打击一个三点后方的借外球 目前呢两者的打击率四支安打有一分的打击 那今天在中期兄弟的部分 隔点圈的打击机会并不是很多 但效率也不好 总共到目前为止呢 这也是一个八支 这球看看三队神 人并有出发 变成了两好球没有坏球 抛而太强 想要刹车也刹不住 还是挥了出去 球数现在投手绝对领先 这个球好球 这个球没打 打者遭到了三阵连两K 球没话讲 内球球投得很精彩 再度的球带打 背后74号 投得很精彩 最后还拐进 继续的做带打的更换 由许七红上来 许七红在昨天的比赛 本拳内比赛都并没有上场 三阵连两球 三阵连两球 三阵连两球都挥击 但都打成本来后方的借外球 一层一亿的打几率 有一阵打一分的打点 上了绿四两层 球局下班 两出局里上没有跑车 中心中心还是三分落后 有球猛力一挥挥空 挥空率高了 转型成了两好球 没有坏球 三分的救援的话 救援操作就很有信心 ga ga 天地的球 打者没有上've 天地的球 打者没有上当了 惜招娘好球一坏球 那ות 下班 母 六 大 是 比以前在本季的首胜呢 也只差了一个出局数 同时对也差一个出局数 给终止最近的四连半 德鲍阿德是本周两次优质 今天没有优质先发 但是都投得不差 但是呢 对队友的德鲍比较少 有可能连蹲两场的败战 尽球挥棒落空 打击的许建勇遭到了三阵 最后陈宇文是一个连三K呢 结束了这场比赛 中场在三零三的第三战当中呢 统一三位论师队是以七比四 击败了中信兄弟